顾辽 嘿嘿嘿 顾公子 您别缠着韩光君了 他可忙了 蓝景仪从走廊的墙边走出来喊他 臭小孩 你怎么在这儿 偷听大人说话 顾辽倒着走回来 笑呵呵地说 我没有 我是不想你缠着韩光君 蓝景仪头别过去说道 我可没有 再说韩光君是你老爹吗 你这么孝敬他 顾辽嘻嘻哈哈地问 无礼 无礼 韩光君可是身家清白的仙门名士 他可还没婚配呢 哪来的当爹 蓝景仪一愉愤填膺地说 哦 这么多年 你们韩光君身边就没有什么仙子 或者是很要好的朋友 顾辽这架势是要套小孩的画了 仙子 我继世儿以来就没见过什么 除了四姑娘他 蓝景仪若有所思地说 嗯 四姑娘 姓是名谁 家住何方 年方吉许 貌丑还是貌美 顾辽来了 兴致喋喋不休地问个不停 哈哈哈哈 你想知道 那我要看你表现了 蓝景仪嘚瑟地说 好说 好说 说吧想要什么呀 尽管跟叔叔说 顾辽摸了一下蓝景仪的头顶 蓝景仪避开她的手 将手放在下巴上妈撒 心里想着该提个什么要求 让她帮自己达成呢 一番沉思后 还是没有什么主意 她要把这个秘密把握住 好好地敲顾辽一笔 快说啊 想到了没 顾辽说 我暂时没想到你能替我办什么事 算了吧 我回去抄书了 蓝景仪假装要走 别别别 景仪哥 我叫你大哥行吧 你现在想不到 咱们先欠着吧 顾辽对着她眨眼 现在能说了吧 顾辽期待地问 来来来 此地不宜久留 蓝景仪一本正经地说 她二人在惊涉僻境处 面对面地坐下来 两人都是正经危坐 仿佛要谈论什么国家大事般严肃 一时间两人都没有话 都在等着对方开口 沉默一盏茶的功夫 两人忽然轻身向前 额头相抵看着对方的眼睛 两人瞬间眼神达成共识 说吧 顾辽对蓝景仪说 好吧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我就把前因后果 仔仔细细地讲给你听 蓝景仪往后依靠 像个大爷一样 把腿八字撇开 说吧 顾辽也放松下来 话说 当初蓝老先生担忧 韩光君的终身大事 收集各家的未婚仙子 给韩光君安排 最满意的就是那四姑娘 长得美 修为高 不矫情 还能独挡一面 简直和韩光君 不要太般配 蓝景仪一口气 说完这么一对 然后呢 他们定亲了 顾辽有些激动 哪能啊 韩光君跟他不可能 他心里有别人 蓝景仪摇摇头说道 有别人 顾辽蹭了一些站起来 大声说 蓝景仪被他吓得一个机灵 单臂捂着自己的头 仰头看着顾辽 瞪着他说不出话 顾辽站在原地握紧了拳头 心中本来想着顺其自然 好事多磨 可照这么等下去 韩光君再过几年 孩子都能上街打酱油了 他在惊涉里走来走去 拳头在掌心里垂上垂下 心中是白爪挠心 开始筹划着接下来的对策 蓝景仪看他在眼前转来转去 转都转晕了 忍不住说 哎呀 顾大公子 你急什么呀 韩光君的婚事 也轮不到你操心啊 什么时候帮我抄书呀 模仿我的笔记呀 自己抄去 哥忙着呢 下次 下次你在挨法的时候帮牛 顾辽火急火了的就出去了 喂 你是什么小人 怎么答应的不算数呢 蓝景仪站起来的时候 已经看不见顾辽的衣摆了 蓝忘机 好啊 好啊 竟然都敢背着我相亲 顾辽急匆匆地去往静市的路上 这一日 蓝忘机照例坐在书案前 写封书函留给魏无羡 他想起魏无羡在蓝室听学 有段时间常带着茶点来静市找他 知道蓝忘机不欢迎他 他也不恼 每回来了就跃上屋顶 将茶点摆在蓝忘机的窗前 魏无羡在屋顶之上惬意地躺着 蓝忘机在室内闭目凝神 他叙叙叨叨说个不停 蓝忘机几乎很少搭话 可魏无羡也不觉得尴尬 就一个人在屋顶之上唱读角戏 蓝湛 你知道吗 我躺在你这屋顶上 就让我想起小时候 没了爹娘 也不知该投奔何人 就在市井间流浪 睡过胡同 睡过草地 也在破庙过夜 也在桥边停留 魏无羡在屋顶上 翘着二郎腿而悠闲地说 蓝忘机虽然没和他搭话 却也在魏无羡不出声的时候 往屋顶处看一眼 等他再出声讲话 你知道我最喜欢睡在何处吗 魏无羡呵呵地问蓝忘机 我最喜欢在桥边待着 你一定要问我 为何喜欢在桥边待着吧 按理说 这桥边湿气重 过往路人匆匆 路途泥泞 又不遮风 又不避雨 可你不知道 常去桥边的仙子姐姐 人又美 又心地善良 每回我在桥边 他们总有人会给我一个馒头 或给我一个肉饼 那味道可真是可口 你说 他们怎么那么好 人美心善 还心灵手巧 魏无羡爬到屋檐边 将头探出来 到挂着网镜室里看蓝忘机 蓝忘机见他头发飘下来 赶紧闭眼 又眯着眼去看魏无羡的位置 之后 魏无羡一直这么挂着 没出声 蓝忘机听没动静 缓缓睁眼去查看 哈哈 蓝湛 你偷看我 没想到啊 没想到 蓝二公子是不是也觉得 我小时候的故事有趣呢 魏无羡捂着肚子 哈哈哈哈大笑 魏无羡一个翻身 又坐回屋顶上 正经八百的盘腿 坐在屋顶上 魏无羡风神俊朗盘 坐在屋顶上 蓝忘机雅正端方 坐在屋子里 都是风华绝代 都是翩翩公子 都说墨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 这二人此情此景 也成了世间罕见的景色 如玉般的少年 成双 那时候 我在想 我虽为蝼蚁般卑微独活 可我依旧被世人温柔相待 从来没有什么时候像 那个时候一样 盼望着自己一瞬长大 可以有力量报答他们 施以援手的恩情 蓝湛 真的 我很遗憾 没有能力去报答他们 魏无羡语气中 尽显失落之意 我被中人 除强服弱 无愧于心 蓝旺鸡听他喋喋不休 念叨了那么久 头一次开口 魏无羡在屋顶之上坐着 眼眶变红了 嘴角轻轻浅浅地 扬起一抹微笑 他深吸一口气 眼去眼中想要奔涌而出的泪意 好久都没说话 他知道 蓝旺鸡是懂他的人 也生怕在开口 好不容易咽下的鼻酸 再涌上心头 发出破碎凌乱的声音 许久 魏无羡都没再说话 直到月上柳梢 才轻轻开口说了一句 蓝湛 我敬你 蓝旺鸡看着窗外升起的月色 低头笑了 蓝旺鸡放下笔墨 将书信收进空白的信封内 起身走至窗前一阵凉凉的晚风拂面而来 却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正往静视这处赶来 还是来了 蓝旺鸡摇摇头 坐在查案前等着那个正在赶过来的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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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